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知道你发生了什么吗 写下不 随后写下 我想回家 你住在哪 Timmy 在数分钟略有困难的交流后 SCP-192试图写下一个位于蒙大拿的 家庭的住址 卧底特工被派去此住宅 并确认住宅的居民为 先生以及夫人和他们的孩子 Timmy 7岁 特工注意到该家庭没有任何异常 附录 1192-02 研究预知 由于SCP-192的协调能力 还不足以操控物品来玩电动游戏 他要求我们给予一些玩具 他在我们提供的物品上涂鸦 并画下简单的涂画 值得注意的物品列表如下 数章写了户部相关词语的纸张 推测时在练习 数章涂鸦 包括赛车 飞机 虚过动物和怪物 一章写了为什么是一只鸟的纸 上面有许多无法理解的句子 一章描绘了一个小孩 牵着两个成人的手的图画 孩子被画掉 纸张也被撕破 纸张的背面写着 我要妈妈 一章写了126个妈妈和76个家词语的纸张 博许 资深观察家 以上就是SCP-1192 简单说SCP-1192是一只鹦鹉 他声称自己叫Timi 有类似人类小孩的智慧 并且行为举止也都像人类小孩 但是在SCP-1192提供的住家地址却发现 这个家中的小孩Timi 人正常地生活着 这个SCP最有趣的部分就是 为什么会有两个Timi 这也能提出蛮多种解释的 像是某种不明的存在 替换掉了原本的Timi 并使原本的Timi成为了现在的鹦鹉的外形 或是Timi这个小孩的意识 因为某种原因复制硬衡到了鹦鹉身上 才导致鹦鹉认为自己是Timi 不知道大家喜欢哪种解释 这期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期影片 记得帮我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算不喜欢吧 希望做成人的SCP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